第四季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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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总 要不要做事快点 叫我个子叫一叫啊 就远点快点的 第四季节目 你帮我把信交给你 你干什么事儿吧 干什么事儿 我有在加上我 不是我妈妈说 带我到北京来看病了 她就把我管在这里 他们就 把我的受困了 走后转 一二一 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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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朋友带我去网吧 带我去网吧玩游戏 玩玩然后呢家长知道了 然后就开始和家长吵 然后呢就开始吵 然后我就进这边 说来早日回来妈开始说 然后我就蒙一辈子开始坐下来轻 真的住了三天然后就回来 感觉还是蛮不错的 坐着 发现大于六个小时的 每天非工作学习目的 一定是非工作学习目的上网 大于六个小时的人最容易成瘾 我们在收治的这个网络成瘾 这个青少年里边 有的很多孩子上网 是我们正常人不可想象的 有的孩子在上网 上到非常极端的时候了 怕这个上厕所 连接小便什么的影响他上网 打游戏 他带好尿不湿 带好尿不湿 就我们可以说成为他垫子喊的一 就我们可以说成为他垫子喊的一 这就改变了就比如说跟你说话的方式啊 别的依然还是一开口就学习 没别的 和这个天生关系 我们都会不管那一块 大贵 我妈说光说来北京 我以为是找系列医生的 这儿又咋不开 我们又找时间 所以说你来就知道 然后进来了 感觉不对 结果被教官一直拉上来 然后我爸在里面就同意了 我在家小儿了一个月介绍 不是说了三个月 然后然后然后 一个月过后就四个月了 他们说我有网瘾 不是 我不信 真的我不信 批评 扶着 教评 哎呀 就是觉得这些话最能刺激你 最能让你改变 最能让你反省 最能让你进步 哦 那么他们病态的心理事件 就是说这些孩子 来打心理 排第一位的内心事件 就是孤独 孤独 你了解他们吗 他们孤独 那么他想上谁陪伴他呢 哦 到网络世界去了 上枝天文 在网上玩的 上枝天文 下枝地利 终不足人情 他罪恶的知心 在每天的培育 妈妈 我真的很痛苦 我不是不能玩电脑痛苦 而是寂寞的痛苦 我无聊 我苦苦哀求你 我真的活不下去了 活不下去吗 我儿子自从上网以后 就变了一个人 变得冷酷无情 什么办法都没用 这么强制心 把他吃的那个安眠药 把他送到这里 我们是浙江的 阿姨 又是当了 那样的 摇杀 是 在这种 哪儿 我 咱们 咱们 你知道 咱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